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隔跟大家讲的 又是怎样长寿 每个都想长命百岁 其实现在不止百岁 已经很多人过了百岁 但是身体很健康 那究竟有什么秘决呢 现在在上海的天游医院 他有一篇文章 他就说 原来你忙 这个忙碌的忙 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长寿药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说 因为社会的发展 老龄化的问题 日益严重 老年人的健康成了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 他说现代 医疗水平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 人民的平均寿命也有所提高 长寿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影响长寿的主要因素 除了围存 环境 有一大部分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 从古至今 不少人追求长寿 寻求长寿秘诀 以及一些叫长寿的药 其实 真真正正 最便宜的长寿药 就是我们自己掌握之中 他提及一个个案 就是中国的漫画界泰斗 百岁老人 方成 方老人说过 生活一向很平凡 一向 骑下车 画下画 写下文章 养生就是靠一个字 忘录的忘 他说他自己的长寿秘诀就是忘录 有时忘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他日常忘于写文章 种花 养着 脑子 心又忘 身体又忘 就是养生之道 其实 为什么这个忙 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长寿药 有几个理由 追求健康长寿 是一种很合理的事情 很多老年人 在追求健康长寿的路上 很多时候以为 吃多些健康的 有益的 名贵的补品 那就可以延年益寿的了 经常看着 怎样去长寿 其实 不知道 最紧要长寿的药 就是去忙碌 不是去忙着 怎样去吃些补品 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孤独 忙碌起来 反而令我们身体 心理上都有一定好处 第一点 就是可以延缓 大老的衰老 美国有一家大学研究 说明 老人家忙起来 会对 认知功能 带来一定的益处 忙碌的生活 可以强化老人的 记忆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 从而可以 锻炼大老 有的 第二个理由 就是 忙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人体忙碌的时候 身体的免疫系统 亦会 在一个 处备状态之下 有利于提高的免疫力 预防疾病 同时 忙碌的生活 令你的手脚 移动起来 对身体来说 是一种运动 老人家身体 多数由于年纪增长 逐渐退化 最怕 就常坐得不动 你一忙起来 你就会移动 反而令你的身体 更加灵活 第三 他就说 忙是可以缓解 心理的压力 很多老年人 退休之后 在一种 无事的状态之下 生活 认为 他们从 上班 现在完全退休了 觉得自己无用了 这个角色转变 令他们 难以接受 就会令到他 慢慢由幼屈 和这些孤独的情绪 令到他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 研究表明 忙碌的人 产生孤独和抑郁情绪的机率 是会降低的 不好的情绪 是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而忙碌 是可以帮助缓解 心理压力 令你消极的情绪 不好的情绪 会是 化解 释放了你的压力 是帮助你保持良好的心态 和心情 有利于你 燃烈益受的 那么忙是那么好 怎样忙才行呢 有什么方法 令到我们忙而得益呢 第一 就是叫你 忙着去 合理的饮食 编排合理的饮食 对我们的饮食 对我们的饮食重视起来 要小而蒸 小吃多餐 小油 小盐小糖 另外记住要吃多三类的食物 就是 鱼肉 鱼肉 因为鱼肉 帮助身体 补充 Omega3的脂肪酸 是可以帮助控制身体的胆固醇水平 以防心脏疾病 也可以 令到你的心脏更加健康 第二 就是豆制品 老年人多吃一些豆制品 是可以帮助补充身体的蛋白质 以防骨质疏松 提高身体免疫力 第三 就是坚果 因为坚果有大量的不把和脂肪酸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长寿的人不能缺少的食物 现在 另外 的忙 是忙着去玩 玩什么呢 扶养你的兴趣和你的爱好 有科学家 对65岁以上的老人家 进行了为期12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发现 精神生活上丰富的老人 他们的关键免疫蛋白水平 比同龄的人更高 死亡率更低 这一项的研究发明 就是说 老人家的精神生活丰富 业余爱好多 是有助于心身更加健康 这个 令你更加容易长寿 所以退休后的老人家 不妨给自己多些 兴趣的爱好 好像 画画 钓鱼 书法 种下花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涂野性情的 可以丰富你自己的精神生活的 接着要看什么呢 要合理的运动 生命在于动 生命在于动 人到中年之后 身体的肌肉量 会大幅减少 身体各个关节 骨骼 都没有合理的 肌肉量的支持 就会容易老了 皮肤的水分也会因为肌肉量减少而流失 皮肤就更加多皱纹 而运动是可以增加身体肌肉量 令你的身体更加年轻 更加增强人的心肺功能 日本有一样研究 老人的问题 认为如果你想 延年益手 你一定要勤点去动 我们的身体有一种的原则 就是你用 就是进步 你不用它就会退步 好像把刀那样 你不用 慢慢都会生瘦 越用它越会更加尖利 中年的人群可以经常做一些 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和内力运动 但是中老年的人 就要做一些气功 慢跑 太极拳这些运动 当我们持之以行 一定对健康有所改善 另一点最后就是 忙着快乐 如果你这么忙着开心快乐 哪有时间去烦呢 很多老人家退休之后 就管他的怡虑 管他的孙子 最后让自己吃力不讨好 还经常喝气 其实 老人家应该想着 怡虑自有怡虑自有怡虑福这种心态 华之他 你不要管 他自己开心 管他们做什么 最好 最好 日子就不停开心笑 因为 这是民间智慧 亦有科学的道理 他们认为 当我们大笑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叫做 开心的 海尔蒙 Andalphid 亦会使你 因为开心动 你会吸了很多氧气 进身体里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加速你削减血液中 导致肌体衰退的有害物质 还可以加速糖分 脂肪 与乳酸的分解 你笑还可以缓解精神上压力 人在大笑的时候 能够抑制 皮侧唇和肾上腺素 化解压力对身体健康造成的 不要影响 所以年纪大的 找多些开心的东西做一下 笑多一点 你就越笑越长寿 希望大家都长寿 天天都开心大笑 多谢你们的收听